第四千五百零九集 此次你来这里 肯定不会是专门来探望我的吧 张青龄眨了眨眼 倒是让叶辰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此番前来 确实是有事相求 没事的 只要能看到你 我就满足了 张青龄亮晶晶的眸子 盯着叶辰 甜甜的一笑 叶辰顿时有些窘过 竟然无言以对 任非凡跟在后面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他倒是觉得 叶辰出丑的样子还挺有意思 这小子到哪儿都沾一身桃花 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叶辰眸子一宁还是道 张姑娘 此次我们前来 是想探寻进入海底深渊的方法 在那海底深渊之中 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张青龄一听这话 神色微微一变 海底世界的深渊有多么恐怖 他作为海地 自然是再清楚不过 那深渊是远古时候 诸神之战遗留下来的 连我们海族都将其视为禁地 如若不是特殊情况 学不会轻易进入其中探寻的 张青龄说出自己的实话 不过很快又顿了顿说道 想要进入其中 只能等待十年一度的深渊大门开启 那里可是有一片古战场 诸神之战发生之后 不少的宝物掉落在那混沌深渊里面 因此每十年的一次该起 就会有不少黑暗近海 甚至天人运 地心运 乃至于太上世界的人 前来抢夺宝藏 经过张青龄的解释 二人算是明白了 这海底深渊的来历 与凶险程度 我们还得下去一趟 叶辰犹豫许久 还是坚定地说道 张青龄想了片刻 接着来到了海底大殿 拿出一样东西给叶辰 这样宝物你拿着吧 说不定到时候会有效果的 它是前几人海地 打造而成的皮修妖骨 传闻那块骨头 是从一只远古的 妖魔凶兽身上 跌落下来的 能与那陨落在 海底深渊古战场的 皮修神魔产生共鸣 张青龄拿出了一块 黑色至尊骨给叶辰 其上雕刻着 复杂又神秘的符号 往里面注入灵气 便有光芒流转 十分神秘 三日之后 便是海底深渊开启的日子 你们如果要去的话 可要做好准备了 张青龄与他们详细 讲解了那里面的规则 以及禁制 甚至还有上一任海地 张若虚留下来的 灵石地图 可谓是做到了 尽心尽力 叶辰与任飞凡 在这海底宫殿 休息了两日 便准备动用身前 海底深渊 这两日以来 他通过翻阅 海底宫殿中的书籍 以及与张青龄的谈话 详细了解了 海底深渊的情况 那个地方很危险 但是也有许多宝藏与机缘 尤其是那海底深渊中的深渊 是头号禁忌之地 最好是不要去 因为九成九的人 都是有去无回 叶辰是在一本 自己苍尽有力的书上 见到了第六任 海底留下的话 任飞凡随着叶辰一起 提前将自己的实力 完全隐匿 并且他要确保 在海底深渊 不会暴露实力 否则会遭到 深渊意志的驱逐 所有人都会被弹出来 那深渊离海底宫殿 还有些距离 在更为荒芜的深海地带 想要前往 光靠人力还不行 张廷龄派出了 数百名虾兵蟹将 还有美人鱼岭路 穿过了一片虚空漩涡 使其接受海洋的力量 才能通过此处 到达深渊的入口 叶辰只听到轰的一声响 大道符文开始发光 那虚空黑洞 不停地转起来 击碎了虚无 并且演化出 一条漆黑的古路 蔓延开来 叶辰经由这条古道 来到另一处中转地 而那儿就需要 他自行前往了 因为会有其他的势力 随同前去 任非凡不仅 将自己的实力 压制到百家境层次 并且还换了一副样子 变得普通至极 隐没在人群中 一眼找不出来的那种 看来此次 还有不少势力 前往海底深渊 叶辰穿越虚空光门之后 总算是来到 海底深渊的门外 叶辰见到 不远处的海沟 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黑色光门 隐藏着虚空的波动 那里 便是海底深渊的 最近入口 叶辰抬头望了一眼 海沟上方的水 是灰蒙蒙的 流动之间 目光都无法穿透 显得有些压抑 而在海沟之中 不少势力的强者 已经出现 每个人进入 海底深渊的大门之后 那门上的雾气 都会如水波一般 荡漾一下 不少黑暗近海 乃至于天人狱 地心狱的强者 都过了寻找机缘 初一看去 竟然有上万人 而且不远处 还有更多的强者赶来 想必总人数 还远远不止这般 任前辈 我们走吧 任非凡点了点头 跟同叶辰一起 进入黑色的大门 眼前景象迅速变幻 黑暗近海的海底 和深渊之间 还有一段 虚空的裂缝 从这里可以看出 虚空通道的下方 似乎有种 难以严状的液体 正在缓缓流动 恍若一张恶魔的大嘴 等着人掉下去 听说 那是一尊恶魔的眼泪 远古年间 诸神大战之后 海底深渊成为了 无数强者的葬身之地 战败而不能归 那些爵士强者 流下了眼泪 汇聚到这海底深渊 将其与真正的海底 彻底隔开 围成了一座岛 爱出风头的人 在穿过光门进来的时候 向他人说明这等情况 有人恍然大悟 信到原来如此 也有人面露不屑 对于这等说法 嗤之以鼻 至于夜晨 倒是听得挺起劲 只可惜呀 这被恶魔眼泪包围的深渊岛 每一回都有许多人 出不去 被活生生地埋在此地 一名垂垂老者 叹着气说道 他实在是太老了 老到连腰都直不起来 而这一次前往海底深渊 他是为了寻找 自己儿子的踪迹 他儿子在几百年前 困在这深渊之地 恐怕已经化为残骸 到了 有人指着前方 果不其然 他们就快到达 这片虚空乱流的尽头 下方也不再流淌 那恶魔的眼泪 不过他们到达的 却是一片迷雾区 率先走出去的几人 只剩两个回来 而且有一人断了手 还有一人的腹部 鲜血直流 那迷雾中有怪物 夜沉好奇看去 忽然间有人惊叫了一声 寻着声音望过去 在那几百米之外的迷雾当中 有一双如血液灯笼般 若隐若现的样子 那血色毛子死死盯着众人 寒冷刺骨 可是不一会儿 他又隐匿进了迷雾 消失不见 可是危险的气息 依旧停留在此处 一个个隐藏在迷雾中的怪物 瞄准了狩猎的目标 随时准备出击 海底深渊果然处处是危险 刚进来夜沉就体会到了 我已经是第三次 进入这海底深渊了 如果你们不想在第一关 就死去的话 最好是大家结伴而行 不要乱走 那些迷雾中的怪物 只会攻击落单的人 虽说 大家都是为了宝物而来 但若是连命都丢掉 又何谈宝物一说呢 很快不少人就汇聚在一起 此时也没有哪个强出风头 就算是半步天军 被这迷雾里的怪物给盯上 都得深宵命运 走在那最前面的人 头戴一缩斗笠 穿着黑袍 尽显神秘 他点燃了那一个 由头骨组成的篝火 举在手里 在迷雾中穿行 那闪烁着幽绿色光芒的篝火 仿佛拥有奇异的魔力 隐藏在迷雾中的怪物 见到之后纷纷避让 小心一点 此人不简单 任非凡忽然出声 提醒了一句 更多的时候 他都是扮演护道者的角色 让夜晨一人去闯 夜晨跟在人群之中 以丝神魂力量飘荡出去 所见到的图景 都反射在脑海当中 越往里面走 这海底深渊的 奇怪构造也就越发清晰 他这才发现 迷雾缭绕的岛屿 竟然是半悬着的 而且分为好几层 浓浓的乌云覆盖天际 神秘幽远的气息 亘古长存 到了这里 就有可能获得远古时代 诸天神魔所留下来的宝物 到那时候 我要一举成名 冠绝整个黑暗近海 有的年轻强者在为自己打气 而更多的人则是比较深沉 他们掩盖了身份 似乎对着周围的一切不陌生 想来并不是第一次到达该海底深渊了 跟随那高举篝火的男子 众人算是成功跨越了迷雾区 回头望去 他们才看清楚 两边的迷雾当中 竟然累积着森森白骨 仿佛有无数道冤魂 正在宠他们招手 只要一步踏错 就有可能 被那无数只怨气缠身的大手 给拖入真正的深渊 有人回头 想对那神秘男子 说句感谢的话 却发现对方早已消失不见 真是个奇怪的人 那人喃喃自语 也有人从其他的方向 赶到这片地界 这里是一座不老神山 无数的诸天神魔 贡献出了身上的血液 筑绣了一条 通往山顶的血红大道 没有人轻易踏上去 因为他们都知道 此地异常的凶险 本少爷终于是来到了这里 此处极其凶险 但也拥有无尽的机缘 那是传说中的先帝墓穴吗 本少爷便要获得鲜血 一举成帝 一名身穿紫袍的青年 顾盼之间 神采飞扬 双目如电 他的身边 还有好几名实力强大的奴仆 不少人回头看去 冷笑一声 觉得这紫袍青年没什么诚服 紫袍青年笑容戛然而止 他勃然大怒 浑身有一股强大的血气 冲天而起